有些女孩没有自知之明 她以为对方很爱自己 她以为自己是对方的女主人 认为对方会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做出改变 但事实上别人并不这么想 难道你没有感受到的 她可以选择不去做那些事情 她可以选择不去做 但明显别人已经做出了反感的表示 你依然不依不饶 所以你看 我现在在说话 你还在在说 你的情商有多低 一个男人要是真喜欢你 我现在在说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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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我希望以后 你其实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改变了 我可能会好好地想想我自己的错误 是不是我太过于强求你了 我可能会控制一下我自己的情绪 不再那么地尝试去要求你 其实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也时间也挺久的了 你平时跟我说的那些事 我觉得就是男女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男方确实应该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你说的那些事我都去做了 虽然有些事情是我不怎么愿意的 但是我都是跟你 都是跟你去做了 我觉得在一起确实男方确实应该要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跟你说了 我只是想你有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 为我多考虑考虑 就是多站在我的立场考虑考虑就行了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 请回